苹果iOS18最近又带来了一波大更新 这次是针对隐私保护的 他们希望每个用户的资料都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让你用起来更安心 我们来看看这次有什么新功能吧 iOS18首先是Safari浏览器的新功能隐私转跳 这个功能就像一个数位保镖 当你点击连接时 它会自动把你转跳到加密版本的网页 保护你的隐私不被偷窥 就像你走在路上 有人一直在你旁边确保没人来偷看你手机 接下来是通讯录检查功能 这个功能会帮你检查邮件或讯息里的连接 确保它们是安全的 避免你不小心点进钓鱼网站或恶意连接 这就像你收到包裹时 有人帮你确认里面没有炸弹一样 让你安心拆开每一封邮件 还有一个大更新是iCloud的高级资料保护功能 这次它们扩大了保护范围 从相片被忘录到健康数据 什么都不放过 这就像你的资料被锁在了一个高级保险箱里 只有你有钥匙 其他人只能干瞪眼 最有趣的是 App使用透明度报告 这个报告会告诉你 每个应用 程式在背后偷偷摸摸做了什么 让你对它们的行为一清二楚 这就像你装了一个监控摄影机 随时可以看到应用程式的一举一动 保证没有人能按地理高轨 iOS18还有一个叫邮件隐私保护的功能 能隐藏你的IP地址防止 寄件人追踪你的活动 这就像你寄信时用了假名 没有人能追踪到你的真实身份 另外苹果iOS18还推出了一个密码管理功能 帮你更轻松地管理和生成墙密码 减少被害的风险 这就像你有了一个超强记忆力的朋友 帮你记住所有的密码 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密码了 总之苹果这次的iOS18更新 就是要让你的数位生活更加安全透明放心 每个功能都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保护措施 让你在使用各种设备和服务时都能安心自如 谁说科技不能带来安全感呢 苹果这次就做到了 让你的数位世界像在家里一样安全舒适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